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司机侦探通过监控把目标锁定在了蛇精灵身上 虽然蛇精灵偷窃时化了妆 穿了夜行衣 但那双眼睛还是逃不过老司机侦探的眼睛 当老司机侦探来到蛇精灵家时对蛇精灵说 别装了 就是你偷的钻石 蛇精灵笑着说 侦探这是怀疑我吗 那你尽管搜 狼警官立即带人来搜索 老司机侦探环顾着四周 而蛇精灵拿出三个杯子倒入了三瓶可乐 并在每个人的杯子中放入几颗冰块 端给老司机侦探和狼警官喝 老司机侦探不客气地接过杯子 又看了一眼蛇精灵的杯子 说道 我想喝你的那一杯 蛇精灵笑着说 你不会是担心我下毒吧 老司机侦探摇摇头说 我只是想喝放了钻石的可乐是什么味道 蛇精灵大惊失色问道 我把钻石放在冰块里 完全看不出来 而且现在冰块并没有画 你是如何发现的 你知道老司机侦探是怎样发现的吗 答案五秒后揭晓 钻石比较重 只有那颗冰块沉着杯底 其他冰块都漂在水上 老司机侦探接到通知 有一个吸血鬼被关进人类监狱了 老司机侦探来到混合大监狱 最终在一间三人监狱房中找出了吸血鬼 你知道哪个囚犯是吸血鬼吗 请把你的推理留在评论区吧 答案下期揭晓 上期答案 向右边的吸血鬼求救 因为天快亮了 而左边的男人可能是个分尸狂魔 所以不能向他求救